双方都各自表述完了对吗 现在我们就来先看看观众朋友的决定 请观众 选出你要投给 橙色代表的爱事长久陪伴 蓝色代表的是爱事给予最好的条件 现在开始投票 五 四 三 二 停 停止投票 请起立 请选择 我们两个一起选择这里 对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怎么样 张二你还没有做决定是吗 我们再给他最后的五秒钟 五 四 三 三 三 五 这是每个人不同世界的一个观点 算了吧啥都别管了 我的心叫我怎么我就怎么办 我真的被哪个吸引到 我就选哪个吧 2 1 真的假的 为什么 有一个地方是 让我想到 我以前基建的时候 我第一把剑 也是这样 就是以后 我有了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但是我还是怀念着 第一次的那把剑 最初的那把 对 可能这个东西 让我又想到 长久的陪伴 真的又把我给打动了 这一点是 为什么我会在这儿 邓杰就说了一句 最旧的一个东西 陪着我最久的那个东西 是我一直会怀念的一个东西 就基建对我来说 就是那个 嗨 大家 我是Ceber Fencer Jackson Wang 我第一把剑是爸爸给的 我第一把剑是爸爸给的 然后就 我的天啊 我爸买了一个剑给我 我爸买了一个剑给我 很烂的也没有第一把剑 没有什么牌子的 我慢慢越来越好了 我慢慢越来越好了 我爸爸也慢慢越来越老了 然后 就慢慢跟我爸爸的距离 越来越开了 我拿了很多的第一 但是 才发现我 不是我最开心的 最珍贵的那个东西 不是我 穿去奥运的那个衣服 就是那把剑 突然之间 邓杰就让我想到这些事 你知道吗 为什么 我还会想到这一点是因为 我做了歌手以后 跟我爸 见的时间不是那么多 但我回家的时候 那把剑在客厅 所以就会自己想到 但是又不敢跟我爸说 所以为什么我投了邓杰是 已经超越了这个音乐 什么 超越了这个辩论 就是我 想到了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 也没有什么时间 跟我爸一起过 我觉得他唱歌给我的感觉 就是很舒服 我觉得他让我看到了 陪伴没有那么辛苦的那一面吧 因为当下那一歌 我就觉得 因为第一首歌 西楼的那一首歌 让我觉得 陪伴是很辛苦的事情 但是我还是愿意选择 做辛苦的事情 那是因为爱 但是这首歌就让我觉得 陪伴也有幸福的那一面 为什么有人愿意去陪伴 就因为有温暖的那一面 当下那首歌我感觉到了 所以我就过来了 我是从他们不同程度来看 那两大制作人 你一个人要跟他们对杀 我觉得你拿出了你状态 应该有的自在 然后你有你自己的 一个很独特的魅力 你是个新人 但是你一站上台 很多人喜欢你 所以你更要有信心走下去 而且你更要觉得荣幸 你刚刚对战的是 两大天字号的制作人 我觉得你表现得也不俗 加油 当然最想跟小杰还有交流一点 我不晓得那个桃子姐观察的 对不对 就是当然你一上来是很紧张 对吗 你刚刚也有讲到 然后你突然又想做一个高音的 那个adlib的时候 又没有准备好 但是你整个最可爱 就是在ending的一个动作 你那个 你记得你自己吗 他整个唱完以后 他突然这样 对 有没有 就是他 你那个东西就早点出来 就是你放松了 然后你享受了 你就尽量做你想做的动作 因为这个舞台虽然很大 你可以把它当成你Midnight的那个小房间 所以我们要看到那个房间里面的小杰 就这样子转换代换 你以后就不会太紧张了 加油 我觉得我挺客观的 然后我也很害怕自己不客观地看待这一组的PK 我觉得邓杰当邓杰唱完的时候 我一直在有点放空 放空的是我在想他刚才打动我的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是你的主题 主题非常好 再来就是你的backing的铺陈的节奏感 律动感 但你记不记得我第一次听你唱歌的时候我跟你说什么 你可能都忘了 我刚才也忘了 但是我在听你唱的时候 我突然又想到了 因为同样的事情又发生了 就是Vocal 作为一个灵魂歌手的Vocal 表达是非常非常绝对重要的 那你今天的作品其实很棒 很美 跟第一次一样 我听到的时候我也很喜欢 但是你想表达的未必是你能呈现的 这个是我一直要告诉你 你要加强的东西 这个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但我今天坐在这边 是因为你的经验可能不足小雨跟孙正熙 他们的淡定 他们的经验 他们的作品 已经很稳定 很扎实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坐在那里 我没办法坐过去 我也很想支持你 但是他们表现太好 真的真的 你要加油 从客观上来讲 我真的是没有理由不坐在这边 因为他们的作品 真的是一个让我 从各方面都很佩服的作品 但其实感情上 让我是绝对在邓杰那边的 你的作品就是我回想的时候 我到现在都一直沉浸在这种温暖里面 这个温暖是我们写歌的人知道的那种温暖 但是当我在看你的演出的时候 我其实没有无暇去顾及温暖的这个主题 因为我被你的紧张弄得有点紧张 所以你这个表现真的要是能更好的话 一定会很好 谢谢邓杰 曹子姐 其实我刚好那两边的队长 说出了我的一个疑惑 那就到底是写得好更重要 还是唱得好更重要 因为其实你们 两位队长刚才表示完观点之后 我觉得你们其实是站在这边的 你们都很认可他这边的创作 而且我们这个节目叫做 这就是原创嘛 所以我挺想让两位老师 就是从创作人的角度去跟我解答一下这个以后 我先分享一下 首先他们不叫创作人 他们叫唱作人 所以包含了表达跟演唱还有演绎 所以不单只是一个创作作品而已 你还必须要完整地表达它 这是我们对他们的期望 也是他们最高的敬意 他们是唱作人 他们不只是要写歌 不只是为了传递音乐 不只是要写歌给别人 他们是未来的 可能是影响社会 影响听众的一群唱作人 好的 马上我们就要来揭晓这一回合的票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